哼 拿小泉泉 吹你胸鎬 不要打我 各位安安大明星的粉絲 大家好 我是葉靜涵 耶 開玩笑 今天要先來玩一個遊戲 是 拋棄藕包姿表情包袋考驗 聽起來會很醜耶 這什麼啦 這很難耶 你們會嗎 你告訴我你會 你會做給我看 我們找一個BREESTYLE 3 2 1 好醜喔 來 再一次 3 2 1 我不管 我不管 你要哄我 好 這很難嗎 你們到底在耍我嗎 他們有這個題目嗎 你們告訴我 我覺得還蠻可憐 好 3 2 1 你真有趣 這是撒嬌子吧 對 這是撒嬌子 你可以把鏡頭想像成自己的粉絲 對啊 不是撒嬌子 好 3 2 1 好 3 2 1 拿小拳拳拳以胸鎌 不要打我 有點緊張 好 歡迎粉絲可以截圖 我覺得最大的看點應該是他們的親密室吧 你知道他們第一集的時候就拿一個餅乾 然後兩個要互吃這樣 翊鴻就直接拿他的臉架拉過來 要清爽了 然後我就 我整個人就非常的害羞 對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樣 後來 對 後來看久就習慣了 吃餅乾 吃麵條 然後 擦褲子 那一集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連那個標題我都不敢看你知道嗎 好 哎呦 太不小心了 第五集 第五集 對 第五集 大家可以走進這一集 會覺得 翊鴻真的很誇張 但其實今天會跟人家一起起哄 然後呢 他們倆就會開始在旁邊直接演親密系這樣子 演親密系的部分是 對 他們就會自己再延續下去 然後平常他們本來兩個就是 欸 我不要 我不要 但你一拍的時候 欸 後來拍下去 咖的時候他們不提 咖的時候還是繼續下去 對 他們就繼續下去 我就想 喔 那這個戲我還拍嗎這樣 我的理想類型應該是 就是要正直 第一個正直 對 然後要對人生有追求 第一個對人 第一個對人 就是三個 要善良 傑恩 哈哈哈哈 憶紅 在嗎 因為跟憶紅太熟了 我跟姊 對 就是 因為他喜歡聽的音樂都跟我一樣 然後我常常就會問他說 欸 你的歌單怎麼那麼好聽 所以跟他要歌單 所以覺得 評論音量應該 應該比較合吧 可能 可能吧 當然就是繼續努力 拍戲啊 拍廣告之類的 可是我很想要演 校園戲 演校園戲 對 就那種青春校園戲這樣子 就很青澀的愛情 就是呢 我們家教哥哥呢 他在吃泡麵和走路的時候 都可以看的一個網劇 那你要記得follow 我們的女孩要幹嘛 然後裡面有家教哥哥來我家 記得喔